谢谢我们敬拜团队带给我们的美好的敬拜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终于要讲大卫了 当我们提到大卫的时候 我们首先会想到什么 他是一个君王 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 就想到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所以我们在唱 当圣灵充满我的心 我要来歌唱相当天的大卫黑王 那么当我们可以谈到大卫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想到诗篇 诗篇一共有一百五十篇 弟兄姐妹们 其中著名是大卫所做的 是七十三篇 如果从其他圣经的经文当中 可以推论出来的 有四篇 所以七十七篇是明确 是大卫所做 所以当我们讲到 大卫的 讲到四篇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是大卫的四篇 在四篇当中 我们看见 大卫在神面前深刻的敬拜 深刻的赞美 四篇第八篇 耶和华啊 你的名在全地 何其美 大卫以神为热 他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 不在您以外 神是大卫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他说 你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盾牌 我的高台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大卫 贴切地保护神的性格 诗篇三十篇 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身之久 一宿谁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大卫又重生内缘而来的 安宁和内心的平静 他说 当止诸怒气 离气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因为我所遭遇的出自于你 所以我就默然不语 大卫 等他犯罪的时候 他又深切地忏悔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微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微清静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 大卫处处寻找神 诗篇六十二篇 以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 要称送你 在我们许多非常耳熟能详的诗句当中 大部分是出自大卫之手的 诗篇九十六篇 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一百零三篇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 想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么的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一百三十三篇 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上 何等的美 一百三十九篇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 我在母腹中 你已复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我未成形的体制 你的眼早已看见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一百四十一篇 愿我的祷告如香 存在你面前 愿我举手祈祷 如性晚祭 一百四十三篇 求你是我清晨 得听你 慈爱之言 因我依靠你 一百四十五篇 耶和华本为大 单受大赞美 祈祷 无法彻度 圣经诺的诗篇 灵性充满 自由奔放 深切热烈 是人类文学中的 不朽名篇 是诗歌 华冠上的 璀璨明珠 无论你是赞美 尊崇 还是深情爱慕 无论你是探求真理 还是寻求勇气 无论你是沉思 沉浸深思 还是悲伤痛悔 在诗篇当中 我们都能找到最深切的 内心的体验 和最强烈的感情的共鸣 进入了诗篇 我们进入了 我们就进入了 永恒的与生何而为一 圣经当中 神对大卫的评价是 合我心意的人 我们常常讲 当我们要学习 某一个人的 世界的时候 我们说 圣经当中有多少章节 是提到了他 专门讲了他的故事 但是在圣经当中 关为大卫 却是由 上 下 历代至上 和诗篇四本书 非常集中的 来描述大卫的生平 圣经当中 其他唯一描述 比大卫更多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有四大福音书 启示录 以及 以赛亚书 那么 当我们在 我们人生的 旅途当中 我们常常会问一句话 主啊 求你来告诉我 我该做什么 我哪一些事情 是做的对的 我哪一些事情 是做的 不对的 好 Next 圣经当中 以明确地告诉我们 耶和华已经指示 我们何为善 以佛所书说 我们总要查验 何为主 所喜悦的 今天 我们一起来思考 来学习 大卫的生平 我们分几次 今天 要学习的 是大卫 在患难中 成长 让我们 通过学习 大卫成长的过程 寻求他怎样 寻求神的心意 陶主的喜悦 也让我们的脚踪 追寻他 走何足 心意的路程 好 我们今天 所 要学习的经文是 诗篇 十九篇 一到第四篇 弟兄姐妹们 平时 当我们 有 私风雅信的时候 我们常常 情深并茂的 深情并茂的 来染读 诗篇 世界上的诗篇 但是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 懒读神的诗篇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也用我们的感情呢 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是人的声音 人的声音 在赞美神的时候 是最美丽的 我们的 真正的感情 都很宝贵 当我们的感情 向神敞开的时候 看为尊贵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 当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 我们就尝试 用我们的深情 用我们最美的声音 来读这个诗篇 好不好 我们每个人的声音 都是最美的 我们自己来读 自己的诗篇 诗篇 十九篇 初天诉说 神的荣耀 穷尘 传扬 祂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 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 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祂的亮带 通遍天下 祂的言语 传到地极 神在其间 为太阳 安设藏幕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 又如永世 欢然奔路 祂从天这边出来 唠到天那一边 没有遗物 不被隐藏 被不得祂的热气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望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辞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睛 耶和华的道理捷径 纯到永远 耶和华的点赞真实 全然公义 都比精致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精致可羡慕 比蜜甘甜 且比枫芳下低的蜜甘甜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啊 我们爱你 就像当年的大卫王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欢然雀跃 求你用你的爱 来吸引我们 让我们像大卫王一样 遵循你的旨意 一生跟随你 祝福我们今天 在你面前的敬拜和颂赞 祷告感谢 奉耶稣基督生命 阿们 好 大卫的出产 是从大卫被高摩开始的 但撒末尔要高 耶稀的儿子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神说 都不是 上帝对撒末尔说 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神看中了 大卫 是因为 神看中了大卫的内心 那么大卫的内心 是怎样呢 我们在圣经当中 我们常常都可以来思想 比方说 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 他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心情 虽然圣经在后面讲 他认为神会让他复活 可是当他举起他的刀的时候 他内心的感受怎么样呢 我们无从得知 感谢神 大卫将他的内心一一 写在诗篇当中 我们可以通过诗篇 来知道大卫当时的 所思所想 诗篇五十三篇 大卫说 余万人心里说 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 行了可证的罪恶 没有一个人行善 神从天上垂看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他的没有 所以大卫的内心就是一个 寻求上帝的一个内心 当大卫被高摩以后 从那日起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了大卫 那么我相信当 撒末尔高丽大卫的时候 他肯定将一本律法书 给了大卫 大卫就平生颂读 那么当扫罗 被生离弃以后 有邪灵来搅扰他 这时候有人说 我曾经看见伯利恒 耶稀的一个儿子 善于谈情 是大有勇敢的战士 说话合一 容貌俊美 耶和华与他同在 所以把大卫请到了 扫罗的跟前 为他谈情 驱上恶魔 弟兄姐妹们 大卫所谈的是什么样的歌曲 我们可以想象 大卫终日思想神的话语 耶和华的律法全被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余万人有智慧 当他诵读这些诗篇的时候 他的内心一定被零所感 当他内心充满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就禁不住要赞美神 当他谈情赞美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诗篇 就是他的歌曲 他所谈的情 情色 就是赞美神的歌曲 为什么 如果一个恶魔来 倾劳扫罗 如果用世界上的 pop music rock 等等 是不能够驱散恶魔的 只有圣灵的歌曲 只有赞美神的歌曲 能够驱散 谢灵的干脑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上帝与大卫同在 他善于谈情 他是一直用诗歌来敬拜神 来赞美神 那么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当大卫被高谋的时候 大概就是13岁左右 这时候 他被带到扫罗的面前 大概也就是16、17岁的少年 这样一个16、17岁的少年 他在后面说 耶和 有时候 当他牧羊的时候 有时候来的狮子 有时候来的熊 从羊群当中 叼一只羊羔去 他就追赶他 击打他 将羊羔从他口里救出来 当狮子和熊要害他的时候 他就揪住熊的胡子 将他打死 16、17岁的少年 居然抓住熊的狮子的胡子 将他打死 弟兄姐妹们 在圣经当中 也有一个人 他能够将狮子打死 他是参孙 参孙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弟兄姐妹们 参孙跟他父母下到亭拿去 到了亭拿的葡萄园里 竟有一只少壮狮子 向他吼叫 以和华的灵 大大感动的参孙 他随手无器械 却将狮子撕裂 如同撕裂羊羔一样 所以16、17岁的大卫 能够打死狮和熊 一定是宋灵与他同在 是给他特别的能力 那么 讲他有一个 是个大能的勇士 我们看见 还有一个是大卫 能够用鸡旋甩死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看到鸡旋甩死的时候 我们首先想到是 是我们从小玩的弹弓 去打鸟 是不是 那时候 以色列名单中 只有大卫 只有扫罗和约拿丹有刀 其他的这些人 他们作为一个战士 他们所需要训练的 是鸡旋甩死 看《四十记》 二十章十六节 在众军当中 他挑选了七百精兵 都是着手便利 能用鸡旋甩死打人的 毫发不差 弟兄姐妹们 所以 鸡旋打死 是一个作为当时的战士的 一必备的一个素养 所以 神的灵感动了大卫的时候 大卫也在操练自己 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 神赐给他一个 有责任的心 为了国家而增长 而预备自己 好 那我们看 当 菲利斯人 哥利亚 鲁玛 耶和华军队的时候 刚好 大卫听见 大卫就奋狼而起 为了神的名 与 哥利亚迎战 大卫说 这未受 哥利的非力士人 是谁呢 竟敢向永生的军队 骂政吗 因为 大卫与神同行 他知道 神是大而可畏的 居然 有外邦人的军队 来冒犯神 他相信 这些冒犯神的军队 必然要承受 冒犯神的后果 他说 耶和华 救我脱离 狮子和熊的爪 也必 救我脱离 这非力士人的手 所以 以前 他所经历的挑战 以前 神所 给他的能力 让他 有更大的信心 来面对 哥利亚 大卫对 非力士人说 你来攻击我是 靠着刀枪 同击 我来攻击你是 靠着万军 子耶和华 他知道 自己的能力 在哪里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是靠耶和华的灵 方能成事 当他见到 哥利亚的时候 他说 今日 耶和华 必将你交在我手里 我必杀你 掌你的头 又将非力士人 军兵的尸首 给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野兽吃 使普天下的人 都知道 以色列当中 有神 又是众人知道 耶和华 使神 得胜 不是用刀 用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 耶和华 当他面对 哥利亚的时候 大卫的信心 再一次飞跃 因为他不是为 自己的能力 来征战 他是为了 耶和华的名 来征战 哥利亚 全身带着盔甲 只有一个脸部 是住在外面 大卫 极悬甩石 郑重 他的前额 用哥利亚的刀 杀死了 哥利亚 于是 众民欢呼 妇女 欢快跳跃 亚师说 扫罗 杀死千千 大卫 杀死万万 扫罗因此 妒忌大卫 新生杀鸡 要置大卫为死地 于是 大卫开始了 至少有五年的 慢慢 长长的 逃亡之路 那么 开始 我们看这张图 这是大卫逃亡的路线 他的 脚中 遍及 以色列的东南西北 那么 所标示的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 就是大卫逃亡的路线 他开始 逃到 拉玛的 撒末尔那边去 扫罗跟着去 扫罗被身感动 后来大卫 逃到拿博 从祭司 亚西米那里 拿了圣柄 和 莎士哥利亚的刀 然后 他跑去 菲利斯要投靠 加特王亚基 他在那里 装疯 亚基把他赶走 他就逃往 亚多兰度 后来 窘迫的 三星的 受逼迫的 淘债的 都跑到他那边去 有四百人 大卫顾念 他的父母 回到伯利恒 娶了他的父母 把他送到了 摩亚地 有先知告诉他 你要回 犹大地 于是 他又回到 犹大的南面 哈列的树林 这是第六 第七 当 菲利斯人 犯禁的时候 在 基伊拉 大卫 率领 他的 六百人 战胜了 菲利斯人 但听说 大卫 藏在这里 扫罗 就带领 三千精兵 来追杀 大卫 在影机底的 三栋当中 他们偶然相聚 大卫 割下了 扫罗的遗境 后来 大卫再次来 寻说 扫罗再次来 寻说大卫的命 在西府的旷野 大卫再次放生扫罗 后来 大卫逃到了加特 菲利斯王 让他 居住在喜格拉 有一年 零四个月的时间 那么 我们首先要 问的是 在这样漫长的 逃亡的过程当中 大卫 的内心当中 最为寻求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 诗篇二十七篇 好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来读 诗篇二十七篇 耶和华 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 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拒谁呢 谁有军兵 安盈攻击我 我的心 也不害怕 谁来兴起刀兵 攻击我 我心仍然安稳 有一件事 我尘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张扬 他的龙眉 在他的殿里 求问 你说 你们当寻求 我的面 那时 我心向你说 耶和华呀 你的面 我正要寻求 我若不幸 在活人之地 得见 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 善党了 要等候 耶和华 当壮党 兼顾你的心 我再说 要等候 耶和华 所以 在这样一个逃亡 在军兵安盈 攻击他的时候 大卫 最渴望的是 张扬 神的龙眉 最渴望的是 寻求 耶和华的面 我若不幸 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 上党了 弟兄姐妹们 虽然有着 无穷能力的 这样一个诗篇 如果不是 亲身的经历神 是不能够 写出来的 这样 有力量的诗篇 曾经 帮助 鼓励 激励了 多少世世代代的 神的儿女 面对困境 面对挑战 得着胜利 在他逃避亚比米勒 的时候 逃到 在亚比米勒 面前装疯 并被赶出去 这时候 他写了这首诗歌 圣经73篇的诗篇当中 很多是没有记载 时间和地点的 但是大卫 在逃亡过程当中 所写的诗篇 大卫却把它 完整地 记述下来 可见 所处的当时的 处境 在他的内心当中 印象 至深刻 他说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 夸耀他的话 必藏在我的口中 我的心 必因耶和华夸耀 谦卑人听见 就要喜乐 耶和华的使者 使敬畏 在敬畏他的人 四为安盈 打救他们 你们 要尝尝主恩的职位 便知道 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 有福了 少壮师志 还缺食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 都不缺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一人多有苦难 但耶和华 救他脱离这一切 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 连一根 也不折断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职位 便知道 他是美善 弟兄姐妹们 大卫不是在皇宫里 品尝着山珍海味 写下这样的诗篇说 你们来尝尝主恩的职位 便知道 他是美善 大卫是在逃亡路上 装疯 被赶走 被羞辱 在这时候 神的灵 充满了他的内心 他便知道 主恩的职位 他知道 主恩的职位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们 主恩的职位 就是在患难当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 患难 生忍耐 忍耐 生老恋 老恋 生盼望 盼望 不至于羞耻 因为说 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爱 浇灌在我们的内心 神的爱 充满了我们的内心 我们就知道 耶和华是美善 我们的好处 一点都不缺 一人多有苦难 苦难 这是神 特别为他的仆人 所预备的磨难 为了磨练 操练他的品行 性格 以至将来能够承受 几重 无比的荣耀 但他 在逃避扫罗的死 藏在洞里 他在洞里 思想神的话语 他写下了诗篇 五十七篇 神啊 求你怜悯我 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 投靠你 我要在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阴下 等到灾难过去 我的性命在狮子当中 我躺卧在 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 他们的牙齿是枪 剪 他们的舌头 是块刀 神啊 愿你崇高 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 高过全力 他们为我的脚 设下网罗 压制我的心 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 自己犯 掉在其中 神啊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我要战施 我要歌颂 我的灵啊 你的心坚 青涩呀 你们的心坚 我自己啊 要几遭心坚 主啊 主啊 我在万民当中 呈现你 在脸庞当中 歌颂你 有你的慈爱 高过诸天 你的诚实 达到穷残 神啊 愿你崇高 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 高过全力 四周有罪病 没有饮食 大卫说 我要禅师 我要歌颂 没有碎我之处 没有碎我之处 大卫说 我的灵啊 你要行起 请色 你们的心气 我要急躁行起 我要在万民当中 呈现你 在列邦当中 歌颂你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欢快地拍手 唱诗 我们在万民当中 歌颂 你的信实 我们在列邦当中 呈现你的奇妙 我们是何等的欢快 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没有想过 大卫当时是在 这样的境况当中 写下这样的诗篇 今天 当我们的人生经历 难处 低谷的时候 和大卫的经历相比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来自怜 来自恋 就是在这样 窘迫的环境当中 神把追杀 他的仇人 扫罗 交代了大卫的手中 在亚度兰的洞中 大卫 扫罗大姐 大卫和他的仆人 刚好藏在洞的深处 追寻的人说 上帝 把你的仇人 交在你的手里 大卫割下 扫罗的外袍 他心中就自责 说 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卫面前 万不敢伸手害他 然后他从洞里跑出去 脸浮于底 说 你为什么听信人的长言 说大卫要害你呢 你虽然列去我的命 我却没有得罪你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 实行审判 判断是非 并且检查 为我伸冤 救我脱离非利斯人的手 这时候 扫罗无比的羞愧 说 你比我公义 愿耶和华因你 今日向我所行的以上 报你 扫罗在这时候说 你比我更为有益 好像是在说 我也是有益的 只不过你比我更加有益 面对放他生命的大卫 其实这时候 他最应该说的是什么话 我不会再追杀你了 可是这时候 他当说 愿神祝福你 他的心中 没有完全的被改变 因为他没有说 我必须追杀你 所以后面还有 二十四章 追杀大卫 二十六章 接着 又来寻求大卫的命 当看到扫罗来寻求 他的命的时候 大卫问手下的 说 谁和我一起下到扫罗的营当中 亚比赛就跟他一起去 当他们去的时候 上帝让全营的官兵 都沉沉的碎去 所以扫罗和亚比赛就到了 大卫和亚比赛就到了扫罗的 执中营里 取了他的枪 取了他的水壶 亚比赛说 我一枪就够 将他吃死 不用再吃 大卫这时候说 他或被耶和华击打 或者死去到了 或是出战阵亡 我在耶和华面前 断不敢伸手害他 他或被耶和华击打 或者死去到了 或是出战阵亡 弟兄姐妹们 我们这时候看见 大卫在灵性当中 已经看见了扫罗的结局 我们看见 大卫从当成说 我不敢伸手害他 乃看到 乃至看见 扫罗的结局 这说明 大卫的生命在斩尽 当他取了枪和水壶的时候 他迎着对面 对扫罗说 今天你赶住我 不容我在耶和华 因为他现今赶住我 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 说你去侍奉他神吧 在前面说 大卫说 有人说长言 说我要害你 在这里 大卫说 这些人是为了驱赶我 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 以致我去侍奉别神 所以大卫在这时候 不但不是单单看到 有一个加害他的扫罗 更是看到了一个属灵的征战 一个神的仆人 他被属灵的攻击 是为了让神的仆人离开 不去侍奉耶和华神 使他不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 大卫更是对扫罗说 如果是耶和华激发你来攻击我 愿耶和华收纳祭物 现在求王 不要失我的血 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 若是人激发你 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前一次 大卫在神面前说 神啊求你用你的公义来带我 审判我 用公义来审判我 这时候大卫说 若是神的心意 要了断我的生命 我完全胜负在神的面前 求主来修纳祭物 但是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愿我的血不要离开耶和华远的地方 我的生命不再顾惜 我的生命不再重要 神的名高过一切 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 诚实报应他 我今日重看你的生命 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生命 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 这样一个全新的大卫 展现在扫罗的面前 扫罗终于在神面前 愣罪 说我有罪了 我逼不 杂害于你 我是糊涂人 大大的错了 弟兄姐妹们 24章的扫罗 到26章的扫罗 24章的大卫 到26章的大卫 为什么有生命 这样大的飞跃 为什么 因为大卫经历了25章 那么25章 大卫经历了什么 大卫遇到了 一位灵性充满的妇人 她叫亚比该 她是一个父户 拿八的妻子 拿八有三千绵羊 一千三羊 大卫的手下在旷野里 帮助他们看守羊群 以至一样没有缺失 所以当六百人跟随大卫的时候 我们看见六百人的后勤供给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她希望能够通过 看守这些羊群 拿八能够从拿八那里得到接济 可是当大卫的仆人 来向他表达这个心意的时候 拿八说 现在逃避他主人的仆人甚多 我岂可将我的饮食 和为我捡羊毛人缩宰的肉 给从这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 他不但没有报答大卫 而且羞辱他 大卫大卫愤慨 说你们都拿上刀 四百人跟着他 迎着拿八走来 拿八确实是情意不够 同时也是缘分不够 但是如果因为拿八羞辱了大卫 大卫这时候就杀他全家 南丁 弟兄姐妹们 大卫实际上是在流无辜人的血 在这样一个大卫被他的血气 所激动的时候 拿八的妻子听到了 仆人的传闻 他马上预备好了礼物 迎着大卫下跪 说 主啊 愿这罪归我 拿八所做的各样的事情 普人 婢女 并没有看见 然后他说 耶和卫既然阻止了你报仇 没有让你流扫罗的血 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人人 都像拿八一样 耶和卫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 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 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里 查不出什么过出来 你所行都受神的保守 在你的人生当中 没有做过什么样的措施 虽然有人来逼迫你 但你的性命却在神那里盲受保护 你的仇敌就像你当年 甩石击打的格里亚人一样 都要被上帝抛去 讲完了这些 亚必该说 我主啊 现在求你 你如果不亲手报仇 留无辜人的血 到了耶和华 照你所应急的话 赐福给你 立你做大卫 立你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 我主逼不至心里不安 觉得良心有愧 我的主 大卫王啊 你是有大使命的人 你是被高地的君王 但你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 自立万民的时候 你的心 要向耶和华交掌 那时候 愿你的心里 不要觉得良心有愧 亚必该一句 一个耶和华的名 点点滴滴 都击中了 大卫的心开 大卫说 你和你的见识 应当称颂 我准了你的情面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 第二天 回去以后看到 拿拔大把言习 大醉 等他酒醒的时候 雅比盖将 事情告诉了 拿拔 拿拔吓得魂不附体 身体僵硬 过了十天 神就击打他 他就死了 大卫猜人到他面前说 愿娶他为妻 亚必该说 我情愿 做婢女 洗我主人的脚 神借着这样一个 美好的过程 祝福大卫 使他有一个灵性 充满的弦泪柱 也借着 这样一个过程 解决了六百人 后劲供给的问题 扫罗的生命 我们看见 大卫在他的祷告当中 已经看到了结局 我们看见 当神一步又一步 带领大卫成长的过程当中 当神的旨意成全 当扫罗的生命 当大卫的生命 被建造的时候 神就安排扫罗 退出了以色列的舞台 大卫以他成熟的品行 被神高利来致力 以色列国 大卫成熟的 向神祷告 说耶和华 求你查看我 失恋我 熬恋我的肺腑心肠 神应允了 大卫的祷告 使他从一位 单纯的英勇的战士 一位储备的君王 让他从高位降卑 降为自卑 破碎他 熬练他 让他在旷野当中 独自在寻找神 使他心里紧紧抓住神 得着灵力的挚用 他全然交托 放下自己的生命 仰望耶和华 全然胜负在神当中 他塑造了品格 能够超越 能够包容 使他具备了 带领以色列民的 美好的品格 弟兄姐妹们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不经历风雨 哪见的彩虹 一个人的成长 要在磨练当中 得到 弟兄姐妹们 一个教会的成长 也是如此 当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为我们丰收 华夏教会 祷告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记得 在这半年当中 我们的教会 经历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半年多 没有牧师了 第二件事情 我们所爱的张罗弟兄 他的癌症 得到了完全的治愈 弟兄姐妹们 一个被医生宣布为 癌症扩散的人 因着弟兄姐妹 匍匐在这边面前的祷告 因着张罗弟兄 在神面前的 完全的顺服 完全的追寻 圣灵的浇灌 主里面的喜乐 主里面的力量 因着弟兄姐妹们 迫切的祷告 因着弟兄姐妹们 相爱的辅助 居然完全一致了 今天他站在这里 就是神最美好的 荣耀的见证 我常在神面前 我在祷告 我说主啊 这样的神迹 居然在我们的教会里 出现了 这是何等的恩典 给张罗弟兄 给他的全家 又是何等的恩典 给我们的教会 你到底 要通过这件事情 跟我们说什么 我们还记得 当时我们都跪在这 展台前面 向神祈求 那是星期五的晚上 到了星期天 我们又听到了消息 不但是张罗弟兄 身有疾病 他的家里都受到了攻击 一波接一波 当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的灵力就告诉我 这是一个神的安排 神要通过这件事情 对我们说话 只要张罗弟兄 和他的全家 在神面前 全然的信靠 经过这一关 我相信 后面神必定 能够医治 张罗弟兄 所以 我对神说 神啊 让我们定睛看你 看你的作为 是这样 我们就看到 众弟兄姐妹们 积极地在神面前祷告 庆祠地祷告 我们设立了 一个祷告的群 每一次看到弟兄姐妹 这样炙热地祷告 如同看到了 诗篇上的美好的兴趣 我就感动 我每读一篇的时候 我就流泪 我为我们有这么 美好的 相爱的弟兄姐妹 献上感恩 所有的诗篇 都进入了我们的内心 进入了张罗弟兄的内心 进入到他们的全家 造就他 也造就了我们每一个人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 你是那位独行歧视的神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的心 当当因你而喜乐 因你而欢呼 为张罗弟兄 再次献上感谢 感谢主 挪去墙台风 对本地的影响 让他可以安然地 接受最后一次花了 感谢主在患难当中 不弃不离的爱 和时刻无时 不在的同在 让张罗弟兄 张红姐妹 以及他们全家 亲身经历你的信实 和保守 让他们在狂风暴雨中 平静安稳 只因主在床上 他是平息风难的主 是指甲的道路 虽然有风有雨 但是主的恩典 不离不弃 读到这样美好诗篇的时候 我尽不住要流泪 尽不住要为 每一位弟兄姐妹 献上感恩 今天 神就这样应允了我们 张罗弟兄 得到完全的意志 这样一个 非常有经验的医生 说我从业三十多年了 这样的神迹 我从没有见过 但是神确切将这样极大的恩典 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神就在我们当中 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我问 神啊 你想通过这件事 告诉我们什么 神用四篇 二十三篇 第一节告诉我们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我们虽然没有牧者 但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神在牧养 在带领我们每一位 带领我们的教会 如果我们的眼睛 看见我们所没有的 就是我们没有牧师 这样一个特别的难处 我们心中会会焦急 教会不安 甚至会恐惧 但是 如果我们看 神在我们教会 丰丰富富的给予 丰富的预备 美好的神迹 美好的床道 美好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族内的相爱 我们在族里 当纯的依靠 我们就看见 我们是丰丰富富的 神祝福我们 我们一无所欠 与其 我们看着 我们所没有的 我们就心中忧虑 我们还不如 安静在主面前 我们要寻找一位牧师 让众弟兄姐妹 都能够合一 看见美好的牧师 弟兄姐妹们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这可能是一个 很残奇的一个过程 与其 我们在焦虑中等待 我们不如 放下我们的内心 借助这样一个 在旷野中的 前行的时间 让我们 好好的来装备自己 就像大卫一样 在旷野当中 精力磨练 得到成长 我们虽然没有牧师 弟兄姐妹们 可是我们可以进行门徒训练 我们可以进行通过主日学 让我们重现 神给我们的意向 让我们看见 主对我们的带领 也让我们重新看见 神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的 责任和担子 我们没有牧师 但是我们求神兴起 我们中间的小牧人 让我们小组长 让我们的传道 让我们的施工的负责人 让我们每一个带领的弟兄姐妹和同工 我们都有牧者的心肠 我们可以牧养 我们的弟兄姐妹 为他们来祷告 探访他们 鼓励他们 关心他们 让他们在属灵的道路当中 每当有需要的时候 就有弟兄姐妹的扶持 帮助 带领 和鼓励 我们没有牧师 但是这不妨碍我们 更加亲近神 我们可以更好的 来向神祷告 寻求 神给我们自己的旨意 给我们家庭的旨意 给我们小组的旨意 给我们整个教会的旨意 我们没有牧师 但是 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更加的定睛 在主耶和华的身上 操练我们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生命 得干强 得健壮 我相信 当我们生命展成的时候 神的旨意 行完的时候 神一定赐给我们一个 让我们众人 都看见 美好的牧师 会在我们中间 弟兄姐妹们 神 在预备我们 预备我们每一个人 预备我们的教会 在这段时间内 神亲自 要牧养我们 让我们展进 让我们成熟 弟兄姐妹们 我们 预备好了吗 弟兄姐妹们 我们愿意 神亲自 来牧养我们吗 母愿意 愿意不愿意 弟兄姐妹们 愿意 愿意我们在主面前的 破碎吗 愿意在主面前 被神所重塑吗 愿意在神面前 被他的圣灵的火 复兴吗 让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来读 希伯来书 十章三十六篇 我们把你们换成我们 我们必须忍耐 使我们行完了 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 所应许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在神的面前 一起为我们的 教会来祷告 为我们自己祷告 为我们的小组 来祷告 大家同声来祷告 神的恩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丰富华夏教会 是你所设立的 是你所爱的 也是你所带领的 你是我们牧者 我们一点都不缺乏 你的恩典 丰丰富富的 环绕着我们 你怎样来 医治张禄弟兄 在他身上行神迹 你也必定在 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行你的大而可畏的神迹 你要带领我们 你要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祝福我们的家庭 祝福我们的小组 祝福我们的施工 兴起我们的教会 主啊 求主你来保守 我们的心怀意念 让我们单纯向你 主啊 让我们在经历 这样一个旷野的道路的时候 主啊 让我们紧紧握住你的手 主你必定常让我们 走向丰盛 走向成熟 主啊 让我们的教会 恭恭敬敬 向你来仰望 主啊 我们相信 当你旨意成就的时候 你必定将你和你心意的仆人 摆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求主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主啊 让我们不再惧怕 主啊 让我在里面 主啊 有平安 主啊 有喜乐 有力量 有盼望 主啊 更是我们愿意 接受你对我们的带领 主啊 让我们生命成长 主啊 成为和你所用的精兵 主啊 来为你丰收 为你收割 求主来带领赐福 每一个在你面前 祷告的弟兄姐妹 感谢祷告 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